各位朋友,有粉丝给我发来了一个材料 说浩哥呀,现在中国国内这些公知很猖狂 比如说北大的公知王小冬嘲笑了一堆的爱国大威 把金灿荣、张维为、胡怡进、司法南一顿埋态 不过我觉得别管是公知还有爱国威 他们捆一尊对俄乌问题的判断 都不如咱们油管一号国知一号国师 感谢粉丝的夸奖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小冬在中国的媒体上 应该是一个公知 他说是北大的 北大清华出公知 他就发了这么一段视频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王小冬的视频 今天是2024年5月的一天 我一个朋友又给我推送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视频 这视频就是讲了 现在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那么在两年以前 中国的那些大专家、大咖们是怎么谈俄乌战争的 这个王小冬面相可不太好啊 他身体现在应该是比较虚弱 面相可不太好啊 那个阳气现在不太足了 注意身体啊 那个他呢 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的问题判断方面 说这些人呢 这些所谓的爱国大威啊 都被打脸了啊 那意思啊 那我们看看怎么说的吧 不妨看上这个积极 挺有意思的 已经要入期乌克兰了 马上入期 明天就入期 这不就是狼又来了吗 说这个2022年的这个2月15号 注定会被写入史册 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说16号 俄罗斯发生结构 15号 俄罗斯在俄乌边地 也包括白俄罗斯演习的兵力撤了啊 如果人都走了 怎么对着发动进攻 这家伙大嘴巴 打得拜登的老点 估计挺疼啊 至少在正月里 都不会消停 我们假如说 看穿这一幕以后呢 就要看到问题的本质 我们以前伟大理学 毛泽民都这么说 说嘛 只要看问题 要看问题的本质 本质是什么呢 本质是双方 美俄双方 无心无力 同时也打不赢这场战争 但问题是现在都在拉高扫门 那么现在从根本的战略目的上来看呢 是不可能打起来的 那我看那个拜登总统 还是说是未来几天还是很危险的 这就是撒谎的人啊 高敏的地方 那种那种低智商的撒谎 就是完全无中生有 高智商的撒谎呢 可他有70%的事实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自己的东西啊 但是他现在就故意渲染 就讲得很具体 未来几天就可能入侵 前面反正两个时间点吧 2月16号 2月16号 4次打电以后 他不管他继续讲 需要这个紧张 所以他继续炒作 进入俄罗斯报道说 2月15号啊 这个西方媒体呢 不断炒作 炒作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炒作到什么程度 说俄罗斯 2月16号凌晨3点 要入侵乌克兰 这事儿说得太逼真了 这个英国媒体 是率先报道的这个消息 英国媒体呢 这肯定是被打脸啊 打脸的 那不是一般的打 打得啪啪的呀 所以呢 本来是特别 西方最近呢 是这种深呼海啸一般的 宣传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 结果现在变成个政治闹剧了 这事儿落子了 信誓旦旦宣称说 2月16号 凌晨3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然后呢 不断的撤军 撤外交人员 然后呢 撤侨民 然后不断低送武器 战云 战云密布 那马上要打起来 英国媒体 结果连到2月16号 3点 这里的黎明 净悄悄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他不来就没 就没这事儿吗 拜登总统公开宣扬的 俄罗斯将在16日 对乌克兰发动的进攻 他在哪呢 莫非真向中国网友讽刺的 由于疫情严重 本次战争改在线上进行了 一国总统啊 而且是美国总统 就敢这样满嘴跑火车 言之糟糟的 把他们所说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 精确到具体哪一天 看来啊 在西方的政治文化里 撒个谎 根本啊 他就不是个事儿 政治家可以张口就来 他们控制的舆论呢 积极帮着洗地 16日行将结束的时候 眼看着乌克兰平平静静的 美国高官们呢 一点尴尬也没有 华盛顿那帮人 就是一群滚刀肉 真理的刀子 一遇到他们 只能打滑呀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 大量陈兵 可以说欧洲一些国家 是真的吓尿了 乌克兰局势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呢 有点尖色 不容易看懂 但是呢 华盛顿随便向国际社会撒谎 而且呢 撒了谎以后 在美国和西方 没人追究 关于俄乌战争呢 我有三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 因为说啊 这个公知王小冬 笑他们什么呀 就是这群爱国大威呢 当时呢 他那个说错了 说俄罗斯不可能进攻乌克兰 果然呢 你看15号没打 人家24号开打的 你说这些人都被打脸了吗 对吧 可是这事从反过来讲呢 你王小冬你说对了吗 王小冬判断这玩意儿 也是一脑子将子吗 公知吗 只有立场 没有逻辑吗 他也是一脑子将子呀 是吧 你对欧问题 到底打不打 什么时候打 是吧 说实在的啊 这个我在 可以说是拜登刚上台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观众说过 我预计23年 普京呢 一定会 这个进攻乌克兰 这个时候呢 中国呢 如果这个时候从台海 开始这个武统台湾 那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对吧 当时呢 这个普京 在多奥会回去之后 我就跟我的观众说 要打了 23年怎么样 我提前了三年 预言了俄乌战争 真的是啊 可以吊打这一众专家捆起来的 这一点 我一点都不谦虚 各位啊 那是呢 你中国的公知 王小冬 你还真是没资格嘲笑这些大V 他们没有说对 对吧 你说对了吗 啊 王小冬 你说对了啥呀 啊 我没听说过 王小冬预计了啥 那说对了啊 就说这个俄乌战争 是吧 说普京一定不行 对吧 得到多助 失道寡助 这不一直都是中国公知们的这种论调吗 是吧 啊 说那个 当然了 一些这个爱国大V是说 普京那是分分钟打到这个基辅啊 活着泽连斯基 是吧 你看我们频道里的这些观众都知道 我们一直是很客观的看待这个事的 我说当时啊 普京的攻势只能是最多维持一年半啊 结果呢 普京的攻势不到十个月就停了 进入了我们预判的这种胶着状态 如果不是有啊 这个大国的背后的这种支持 普京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因为普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对抗33个北约国家 所以呢 本国是高摘远主的劝普京赶快跟中国结盟 把远东还给中国 你这样你才能稳 对吧 啊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个我的粉丝们啊 感谢你们的这种这个啊 感谢你们的称赞啊 确实是咱们油管的国师啊 比这国内媒体的国师 那确实看得远一点啊 是不是 不过呢 这些这个所谓的公知们 你哪一个撑出来 包括这个北大的王小冬也得打脸 对吧 你说好了的 那普京撑不下去了呢 啊 说好的这个正义战胜邪恶呢 说好了的 说是什么这个自由之战必胜呢 啊 所以 五十步 笑百步 啊 那至于俄乌战争以后的 这个发展方向 啊 是对俄乌战争的定性 我其实在战争爆发之初 我就说了 此次战争 是斯拉夫民族 伟大的解放战争 它不光是俄罗斯人的事情 它是 也不光是欧洲人的事情 它是斯拉夫 作为一个民族 整体上 处于新殖民主义 被殖民压迫的情况下的 一次历史性的反抗 所以我说是斯拉夫民族 伟大的解放战争 当然很多人认为 我说这个话 对乌克兰不公平 因为乌克兰人也是斯拉夫民族 那斯拉夫人打斯拉夫人 怎么叫 斯拉夫民族解放战争 对不起 乌克兰这个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 成为了 昂萨或者是 可萨的代理人 实际上是斯拉夫民族 与昂萨或者是可萨 进行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 这是我谈的第一点 这个战争 具有正义的属性 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它获得胜利并不意外 只是我国 或者是中文媒体 长期被西方 特别是新殖民主义的 舆论环境所误导 对俄乌战争 产生了一些歧见 其中分歧 包括对战争的正义性 包括对乌克兰的同情 等等等等 但我们必须对这个事情 有清醒的认识 这个目的 有这么三个 一个是普京公开说的 卢林园 他说的 这个现在看来 没啥问题 对俄乌战争的定性 卢林园说的没啥问题 就是乌克兰给西方 当了枪了 当了 这个拖垮俄罗斯的一个筹码了 筹码最终的命运 那不就得 这个 作为炮灰吗 是不是 所以 卢林园说的没错 至于张维为说的 我觉得张维为说的也没有大问题 除了也是高估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之外 如果普京没有这个中国的支持 他没有这个资格给北约立规矩 只会慢慢的被拖死 对吧 所以我说的张维为和卢林园说的大体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王小冬呢 用这样一段集谨 试图证明什么呢 王小冬你什么都证明不了啊 你们这帮在国内媒体上的这帮乌贼公知们 说实在的捆到一块 你到油管上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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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在的啊 你们捆到一块 你都不如我们本台观众的智商的这个一个小枝头啊 是吧 你们说对过什么呀 你们啊 说实在的也没有那个资格去嘲笑那些爱国的大V 五十步笑百步 你们也一样啊 是吧 好吧 朋友们 今儿咱就说到这儿啊 两个订阅 下集再聊